嗨大家好我是小薇 今天的话我想跟大家聊的呢 是我今天一早看到的三条评论 以及它正好呼应了 我最近的一些想法和反思 我想趁心先分享给大家 虽然我的这个想法还不是那么那么的成熟 但我觉得想聊的欲望 比想法的成熟更加重要 我相信和大家一起的讨论 一定会让我们都获得一个更加成熟 更加周全的想法 那事情是这样的 平常一大早其实我是没有习惯check电脑的 因为我的手机没有办法装 哔哩哔哩的客户端 所以我如果要看什么私信啊评论啊留言啊 我都要到电脑上 要到网页版的客户端上去看 平时一早我是没有这个习惯的 今天就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的 我就一早打开了电脑 就看到一个朋友激动的给我留了三条言 措辞是非常的激烈 用了很多感叹号 而且看得出来 他对我本人是有很多很多的嫌恶和不满的 我不想讲的太详细啊 大家也不要去翻这条留言 我没有任何的意思 想要去攻击这位网友 正好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契机 让我最近一系列的这种想法 去整理和梳理了一遍 那这位网友对我的攻击呢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虽然我也是女生 但是因为我不在国内 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国内的一些女性的处境 然后觉得我呢是呃站着说话不腰疼 所以呢他认为我觉得他不是我的同类 正因为他认为我觉得他不是我的同类 所以他觉得我对他以及对他所处的那个群体失去了同情心 失去了共情能力 那在开展这个话题之前 我先说一下我本人的现状啊 虽然我是在澳洲 可是我并没有入籍 而且呢我是一直想着等我女儿大了 他可以自由的选择他想去哪里 等我再老一点了 我呢有可能会选择回国生活 因为我毕竟是独生子女嘛 所以我还是要照顾一下我的父母的 并且呢我越来越深刻的感觉到就是上海它是我的根 我在海外的时候看到任何跟上海有关的东西 包括前一阵子看到的爱情神话的那个电影 我都觉得非常的亲切热泪盈眶那种感觉 当然以后怎么样 谁也没有办法说的十足十 但是呢我觉得我的文化背景和我的这个文化属性就决定了 我呢就是从头到脚就是完完整整的中国人 那为什么跟大家讨论这个呢 也就是他认为我跟他失去了那个共情的基础 共情其实是建立在同情的那个基础上的 而同情呢又是建立在同这个字的基础上的 这个同字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旦失去了同类的基础 你可能就很难去跟对方共情了 那我们人这个物种肯定是对我们的相同物种 其他的人会更有同情心 那在人跟人之间怎么造成分化呢 就是如果你想打压另外一个群体的话 最先要做的就是把另一个群体 剥离出你的这个同的这样一个处境当中 所以最首先做的就是把你我分裂开 把对方呢去划到一个非我族类的这个群体当中 之后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讨厌对方 打压对方甚至哪怕对对方做一些更坏的事情 我们在我们的道德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和负罪感 这呢就让我想起了最近我看的一本书 是叫叫魂 这本书其实非常有名 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听说过 它是由一个很有名的汉学家孔非利先生写的 这本书讲的是在1768年 也就是中国的清朝 大家听这个名字就是叫魂 乾隆帝他在世执掌大权的情况下 大部分的底层民众都相信 有一种非常神秘的力量 可以通过种种的巫术吸取他人的魂魄 就是像叫一样把对方的魂魄就给叫走了 可以吸收对方的那种精气 大家应该对这种传说是不陌生的 因为不管是哪朝哪代 哪怕到今时今日都有人相信的人的魂魄 可以分离开啊等等等等 但是在1768年 由于封建王朝已经到了那种末路的末世状态 虽然教室叫盛世 但是以色列的社会矛盾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尖锐了 那些人们呢 其实没有力量 也没有这个觉察去反对压迫他们的这个封建王朝 反而呢 是倾向于跟周围的人 跟身边的人去底层互掐 中国的底层社会凸现了一个非常让人觉得难过的事情 就是我们对对方 我们对彼此 哪怕都是我们自己人 我们也已经丧失了对对方的所有同情心 然后孔菲利教授呢 就是想从这个中国底层社会的这一系列 叫魂的这种冤案当中去抽丝剥茧 去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到底面临了什么 那其中我最感兴趣的那个细节呢 就是一个尤方僧就是那种到处化缘的和尚 他也在这一系列的叫魂案件层出不穷的时候呢 被人举报说他呢 有妖术 有可以把人魂魄叫走的那种福 那当地的衙门县令呢 就是把这个尤方僧逮捕了 他们在这个尤方僧身上搜出了写在黄纸上的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写的是山东立佛嫩嗖嗖 这个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这个县令就好像抓到了把柄一样 就反复拷问他说 你这个话根本就不像话 是一种妖术 是一种妖法 如果念了这个的话 念了这个口诀的话 那是不是你就会吸取某某人的精气什么的 这个尤方僧就是反复的不承认 最后他们终于明白了 这个尤方僧在纸上写的呢 是想说三冬礼佛冷嗖嗖 我在冬天我在拜佛的时候 我觉得好冷啊 其实他想说的是这个意思 而很明显就清朝那些饱读诗书 各个都是写了一首漂亮八股文的这些官员们 他们和这个和尚的文化的差距落差 实在是太大了 就大到这些官员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这个可能只受过一点点教育 可能在乡间念过一两年私塾 就半文盲的这个和尚到底要写点什么 他们完全是不懂的 他们对这个和尚所面临的这个处境 比如说到处化缘 鸡一顿宝一顿 也是完全的漠不关心的 就两者的差距已经大到 好像不是同一个物种了 双方都对对方充满了敌意 互相都没有办法明白 对方在说点什么 当时我看到书里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立刻想起了 很早很早之前 我看过刘慈欣的另外一个科幻小说 叫做《赡羊人类》 这本小说其实不是那么的出名 但是它里面所描述的一段 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就这一个段落 我是反复看反复看的 刘慈欣的那个故事 是说有三个地球 有第一号星球 第二号星球 第三号星球 第三号星球 就是我们人类目前所处的这个星球 然后发现有一号星球的人 要移民到我们三号星球来 在一号地球上 贫富差距的过分大 大到有钱人 已经完全不需要穷人了 我知道听到这边大家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在怎么样的情况下 不管贫富差距大到什么程度 理论上有钱人还是需要大量大量的无产阶级的 至少因为你的商品需要有人来做 那你的很多事情都需要有人来打理 在这个一号星球 它的商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 一般我们认为一些有产阶级需要无产阶级做的事情 已经完完全全可以用机器人来代劳了 但是这个时候有产阶级跟无产阶级 其实还是有人类的共同属性的 所以互相其实还是可以理解和同情对方 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历史性的事情 教育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改革 就人类的大脑可以直接灌输知识了 只要在人类的大脑当中移植一些小小的芯片 而这些芯片呢 可以储藏大量大量的人类所有的知识 并且转化为清晰记忆 一号星球管这个叫超级教育 因为超级教育的费用非常非常的昂贵 所以只有有产阶级 有钱人才可以负担得起 一旦有钱人接受了这个超级教育之后 它会变得几乎就是上通天文下之地理 无所不能 他们可以更好的去理解各种各样的语言和文化 所以他们发展出了一种新的语言和新的文化 这种语言和文化能够更好地表达他们的情感 适应他们经过超等教育之后已经进化了的大脑 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 有产阶级跟无产阶级慢慢地变成了两个不同的物种了 刘慈欣在《赡养人类》这本书当中 有一句话是反复出现的 就是富人跟穷人之间的差别 比穷人跟狗之间的差别还要大 一旦富人和穷人进化为两个不一样的物种之后 富人就再也没有办法把穷人也当做人来看待了 也就是说他们最后的一点点的生物学的共同的基础 也已经不存在了 正因为是这样 所以在第一星球上 那些有产者对无产者做的 让我们种种觉得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 也就完全不觉得奇怪了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 一旦失去了生物学上这个同类的基础 所谓的同情也就完全的消失殆尽了 我不知道你们亲爱的听到这一段是怎样的感受 但是我当时听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即使觉得非常的极端 非常的有点吓人 但又隐隐约约的觉得是这样的 不光是小说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地球上 其实每天都发生着非常非常相似的事情 就拿前一阵的乌克兰难民到欧洲来看好了 大家可以看 欧洲各个国家对乌克兰难民的态度 跟对原先叙利亚难民的态度 到底是不是一样的 因为乌克兰难民这次大部分都是老弱妇孺 而叙利亚难民当中 其实有很多是青壮年 这是一部分 但是另一部分就是 欧洲人民显然更同情 跟他们一样长着 金发碧眼白皮肤的乌克兰难民 大家如果对我这个说法存疑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欧洲各国 在报道乌克兰难民潮的时候 他所用的一些措辞 包括有一些记者 虽然你发现他们是非常小心 非常努力的在谨慎自己的措辞 因为依然是忍不住的那种种族倾向 包括我记得有一个记者这样说 他说你们可以看到这次乌克兰的难民 他们跟我们一样 他们欣赏交响乐 喜欢看电影 有Netflix的账号 他们跟我们一样就好像是住在你家隔壁的邻居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不得不暂停一下 我在这边不是想要去控诉谁 我不是想去控诉清朝的官员 对底层百姓的那种居傲和不了解 我不是想要去控诉第一星球的有产阶级 对无产阶级做的种种恶行 我也不是要去控诉 那些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记者们 在报道乌克兰难民的时候 不知不觉带入了自我 我是想说 如果你我的话 会不会偶尔也会不知不觉的 去这样想去这样做呢 那说回这三条评论 就是那个一大早 让我看非常非常地生气的评论 后来我就觉得 我可以慢慢慢慢地理解他的想法了 他生气的人是我吗 也许有一点吧 但我觉得他最生气的 并不是针对于某一个人 他最生气的是这个 对女性不友好的大环境 也许他没有意识到 又或者他是势单利孤 没有办法去质疑这个大环境 所以把这方面的不满 通通都灌到了我的身上 对他来说 我跟他应该是属于同类 而一个同类 居然没有处在同一境遇下 这是他非常非常生气 和不满的一个点 但是我想对这位朋友说 真的没有必要 因为所有的弱势群体 都是一家人 就比如我们听到的国际歌 所有的无产阶级都应该联合起来 这个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把跟你境遇不同的 或者说你看不惯的人给剔除出去 我们恰恰要做的是同为人类 同为女性 作为命运共同体 去大力的拥抱 大力的呼喊 人跟人之间的同情 理解和支持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本绘本 好像跟主题很不搭 但是这本极竹生界的 看得见看不见 真的是让我跟女儿读的时候 红了眼眶 我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个内液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小朋友跟外星人当中 虽然我们每个人 都是那样那样的不一样 比如说有三根眼睛的 有长得跟我们一样的地球人 有软啪啪的软体心人 还有长腿心人等等 就哪怕是这样 他们也有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 他们有认为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 是鲑鱼子的人 他们也有没有枕头睡不着的人 他们同样有肚子不怕脑痒痒的人 无论他们彼此有多么多么的不同 他们都有一起叫出 我也是的时候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有什么其他想跟我讨论的 都可以发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 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那我们下周三再见啦 拜拜